喂师父 您好 喂师父您好 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 师父您这次马来西亚法会辛苦了 不辛苦 你看都达到了四万多人的大法会 人深人海 但是让弟子感动的是马来西亚法会的义工们 他们在接机送机 而且包括餐饮 他们真的在默默的互出 您看交通组24小时服务 真的是为大家准备好了 地铁卡准备好了仓卷门票 真的叫我感动 你看你天下雨的时候 他们帮你们撑着伞 天太热的时候 他们帮你们撑着伞 组成人墙 让你们在伞下走过 是是 真的很感动 是师父 他们那些孩子都是师父的好孩子 师父在马来西亚有超过一百万幸中 嗯 师父啊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那天中午我们去救他们的时候 那个义工师兄们高高举着太阳伞 为我们遮阴 自己完全晒着大太阳 而且有的义工师兄站在路边 为佛友们山晒 有一位老同修一边走一边感 感动的浩涛大哭啊 啊 现在知道吗 就是启发人的本性 实际上他们以菩萨的行为 来启发每一个人心中的佛性啊 他们这种做法非常好的 他们就是以生世表嘛 对不对啊 对对吧 你自己自己 自己你要你要做出来像菩萨 让人家感动了 人家真的很感动了 他们这次真的感动了所有的人 真的很好 你看他们 谢谢师父 一匹清洁马桶的阿姨哦 哎呦不怕脏不怕累的 把那个卫生间弄得干干净净 这些真的是 哎呀 他们啊 他们见不到师父啊 法会也听不到啊 是师父 几百人啊 他们后来 不说应该想见见师父啊 怎么怎么 看都看不到 最后 只是最后在法会 结束之前 他们进来看看师父 他们又去 做一工去 他们真的是好孩子 明白吗 是师父 弟子呢 有缘看到了 他们那些那个弟子的 那准则 足足有23条之长啊 而且每一条规定的 特别阳格 师父 啊 你看看 在讲卫生 根本就不可以 就是说出去啊 就上个厕所的话 都要等到那个组长来批 才可以去厕所 啊 你现在知道了 我告诉你 岩师出高途 你看看我们有时候 海外那些弟子 哎呀 站在那里 好像是做一工 有的看见师父来 根本理都不理 冲过来先握手 是是是 所以有些时候 真的是境界问题 所以要好好修 真的 对 菩萨真的是 在天上都看着的 是师父 我们要好好向师兄们 学习 不怨不悔的 为同兄们付出 师父 对啊 你我告诉你 一个人如果 有这种精神 你做什么事情 人家都喜欢 对不对啊 对师父 你看刚刚那个人 他就是用了佛法的精神 做生意 一下子 一下子做得这么好 对不对啊 是师父 人家感恩呢 嗯 知道了师父 感恩师父 我做得很厉害的 对